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四课 那么在第四课当中呢 我们还是和照以前的惯例 我们先关注一下第四课的单词 那么第一个词汇呢叫menu 这个词啊,大家会发现 它最根本的含义呢 就等于 就是要用大家的手或者是体力来干活 而不是用大家的大脑 所以这种人大家会发现 manu work,所谓的manu work 也就指的是叫做俗称蓝领 但是这时候你一定要关注的是 manu这样的词呀 它呢,我们首先先关注一下 这个三个结构 它们分别是manu job manu labor 或者叫做manu worker 这个都指的是叫体力工作者 或者叫做蓝领工人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想得见 people in many occupations have a lower life expectancy 就相对而言 顺便给大家提供一个词子 我叫life expectancy 就是寿命预期 那么也就是讲 经常干体力活的人 因为身体负荷太重 可能他的生命预期啊 相对来说比较短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三个结构 它们分别是manuscript manumission和manacle 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应该去看到 这个manu这边 它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我们可以说manu 也可以说man 它的含义呢,都可以表示 hands,手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manuscript script to write something 写 那用手写下来的东西 那顾名思义 叫什么东西啊 对,叫做手稿 另一个词叫manumission manu 手 mission 解放 如果是把手去加以释放 那当然叫做解放 还有另一个词叫做manacle manacle呢 man 刚才咱们说过 man的意思叫手 而另一个词呢叫 acle 是一个后缀 表示 小装置 那大家可以想想 在手上的小东西 小装置是什么呀 控制大家手的 对 这个呢叫做手铐 所以现在我们会 发现manu这样的结构呢 它首先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表示 手 OK, just for the second one The second one is about is a kind of sacrifice 就是牺牲 牺牲这个状态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 我们现在啊 需要关注的是 三个结构 sacrific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就是为什么而牺牲 另一个结构呢 是这样 叫sacrifice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牺牲了什么东西 去做什么事 最后一块是这样 叫sacrifice oneself for something 就是为什么事情而牺牲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 可以会发现 sacrifice这个词啊 本身特别简单 我们可以看看 一开始 a labor government close well trose to sacrifice defense for welfare 工党政府 他们选择了 牺牲 在国防这方面的 这些费用 来去干嘛了呢 来去加强人民的福利 这个叫welfare 这个我刚才说的 叫sacrific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另一个结构是这样 叫sacrifice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 he sacrificed a promising career to look after his kids 多么伟大的一个爸爸呢 他是牺牲了自己 前途特别光明的一个事业 去照顾自己的小孩 那么第三块 sacrifice yourself or oneself for something 妈妈也 她也是很伟大 mothers sacrifice them there for their children 那么为了孩子们 这个妈妈呀 他们是牺牲了自己 所以sacrifice 这个词本身并不难 但是它的意思呢 关键是要掌握 sacrifice 它本身的三个结论 就是三个词汇 好 咱们再往下 看一个词汇叫privilege 这个privilege just in English basis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are lucky just to have a chance to do something and that you enjoy very much privilege the意思是 就是你非常幸运 能有一个机会 干什么事 而且你感觉到 做这样的事情 乐此不疲 这样的叫privilege 所以我们一般的 把这样的东西 叫做荣幸 或者叫做特权 都可以 比方说像我们 像第一个 大家应该记住的是 the privilege of doing something 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去 记住一个词组 其实我们每次上课里面 老师都会提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尽量 不要单独记忆词汇 要把这样的词汇呢 融入到我们的句式当中 甚至要融入到我们的文章里面 去记忆 所以像我们第一块 Today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listening to your lecture 今天能够去聆听您的讲座 我感觉到非常荣幸 所以将来我们碰到 这样的结构 那是不是就可以去 非常实用地加以利用呢 大家可以想想 比如我们要去说 参加一个会议 参加一个人的讲座 我们说非常荣幸 我们就可以说 Today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listening to your lecture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一句非常实用的句型 好 第二个结构 The privilege to do something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 I have the great privilege to play for the university 比如说你是一个球队的队员 作为一个学校大学校队的队员 你就可以说 能为我们学校的这个队伍征战 那是我的荣幸之志 那么另一块也是一个结构 It's a privilege to do something 就我刚才说的那一块 It's a privilege to attend your lecture 能参加您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荣幸之志 所以这个词汇非常实用 It's about the privilege Dusterman 下一个词叫做Dusterman 它的含义叫清洁工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词汇 Coperation 那么那些相对来说 就是特别对词汇熟悉的同学呢 一下就会发现 Coperation这个词呀 会让我们想到另一个字 叫company 公司 那你肯定会很自然而然的发问 为什么会有两个词会表示公司呢 是这样的 Coperation它指的是叫a big company 一个大公司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 大公司可以怎么说呢 Coperation 也可以叫做multinational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跨国公司 当然了 我们还有另一个词汇 是相对来说高端的词汇 那么这三个词汇 大家注意啊 就是那个 在我们这三个词汇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从corporation multinational 类似这样的词汇呢 这两个词 大家应该去 这两个词啊 大家应该去记住 但是像第三个词汇 我们呢 是为将来进一步的提升 和我们为了将来进一步的 去学习英语 而需要加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铺垫过程 所以这个词 现在呢 我们只是写在这里 可是大家呢 就是目前为止 只需要大家去认识 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 对三册的同学 目前为止 还只需要去认识 不需要大家 完全的掌握 而现在做的另一个拓展活动 那就是大公司 它下面 那必然呢 会有一些小公司 对不对 顺便提一下啊 就是当英语学习到一个高级阶段 大家一定会发现 在提到一个事情的时候 如果大家能够对本身这样的一个事情 做另一方面的联想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能够改善大家的英语学习 甚至能够去打开另一条非常好的思路 比方说 现在我们提到这个词汇 叫做company 而现在它的一个大公司呢 叫做corporation 而大公司下面的小公司 你看马上我们就出来 subsidary 也可以叫做affiliate 这是一块啊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提到 在大公司 小公司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而且还有在一些正规的场合里面 大家所看到的缩写 他们有limited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写的是叫做ltd 那么company缩写叫co corporation 大公司 这个呢叫做corp 而public limited company 公众有限公司 它的简写叫plc 而大家注意 在英国英语当中 也就是 在我们的 就在澳洲 和当然和英国 关系非常紧密的南非 这样的公司里面 他们呢 是用另一个词来去说的 这个叫做pty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从我们本身来讲 大家应该知道 这方面呢就属于 词汇的联想和 词汇的拓展活动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 第五个词汇 就是那个overals 在英国英语当中 叫做dangerous 在美国英语的叫做overals 但是如果不加s 它呢就可以去 有另一个含义叫总的来说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去说 in the overall 或者是叫on the overall 一定要去说 on the whole 比如说 in spite of the film's many faults 尽管这个电影 会有很多的错误 on the whole is both seen 但是总的来说吧 还是值得一看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发现 on the whole这个结构呢 叫总的来说 但是千万不要去说 on the overall 和in the overall 因为这个overal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 总的来说 这就是我们说过 好多回的 千万不要试图 去做翻译 just to think everything in English 要用英语思维 shower 领域 secret 秘密 还要叫status 地位 这种词汇 其实都非常简单 好 我们现在呢 单词部分 就处理到这里 这种词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